金星的2021年可以说是水逆透顶了 接连遭到各大卫视联合抵制的他 究竟得罪了谁 先是在追光巴格格中 镜头惨遭一减眉 热度还没有完全平息 又被新综艺了不起的打工人直接剔除 这就难免让人怀疑 金星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大瓜 在打工人刚开始官宣的时候 还放出过节目预告 其中金星依旧是往日那种 什么都敢说的状态 然而在节目马上要播出的时候 官方微博突然发文称 节目要延迟 此后的军程中就没有了金星的名字 也没有他的镜头 遭受了一次又一次不公平的对待后 金星终于忍无可忍 连发三条微博 想让江苏卫视给他一个理由 结果却什么都没等来 金星发布的第三篇微博中 有这样一句话 引起了粉丝的好奇 在国内成了不能播的面孔 看来这是对金星的性别有歧视 虽然自始至终官方都没有做出过任何回应 但网友们还是十分支持金星的 毕竟这么多年来 他敢说敢做的性格 给真人秀带来了很大的收视率 很多观众之所以会看了不起的打工人 也是奔着金星去的 某卫视的这种做法 也受到了网友们的谴责 况且金星的性别争议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既然歧视他的性别 当初又何必拿他的名头做新传呢 金星的嘴对天对地对空气 唯独这个男人让他闭上了嘴 背后的故事堪比公斗剧 当初金星秀的开播直接冲上了某卫视的收视率第一 突然停播后 金星本人就在微博上说明了情况 并表示自己遭到了小人的嫉妒 被实名举报了 据传金星口中这个小人就是曹可凡 两人的仇在很早之前就结下了 当时金星秀大伙远超曹可凡的可凡倾听 这时对方就坐不住了 直接在网上发文称 把大多数资源倾注到真人秀节目中 无疑于引咎止渴 还抨击金星说他是变性人 不应该受到大家的追捧 随后金星也发文回对 说曹可凡不说人话 还在那瞎矫情 此后曹可凡趁着电视台整改的机会 实名举报了金星 那么他到底有着多大的本事 竟能让有着毒舌支撑的金星 节目被停播 去年的4月中旬 一场豪门宴会 免去了东方卫视六位著名主持人 只有曹可凡提前得知消息 没去赴宴 这也让他成为了某卫视的独苗 而他之所以知道那场宴会不能去 也是在半路接到了一个电话 才赶紧掉头 至此他背后的视力可见一斑 但无论如何 金星节目的停播 是东方卫视的一大损失 毕竟有个口碑好 并且观众喜欢看的节目 并不容易 金星当年的手术过程 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尽管医生告诉他 手术成功率只有50% 他依然要坚持 在前期切割喉结和去除毛囊的时候 就遇到了很多问题 去除虎须上的毛囊 需要把嘴唇上的皮翻开 一根一根拔除 如果打了麻药 嘴唇就会肿胀 不利于后期的缝针 他果断选择不打 手术畅达四五个小时 旁边的摄影师都晕过去了 而金星愣是一声没坑 摘出喉结的时候 医生提醒他 打麻药或许会影响他今后的声线 金星依旧选择不打 虽然前面的部分还算成功 但最后一次 却差点断送了金星的一声 在手术过程中 金星左腿的架子突然脱落 滑到了小腿筋肉上 整个小腿瞬间肿得比大腿还粗 医生告诉他 或许这辈子他都站不起来了 作为一个舞蹈家 金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跳楼 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反思自己 难道他的决定真的错了吗 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看到自己的小腿动了一下 于是赶紧把医生叫来 医治自己的小腿 从轮椅到双拐再到单拐 最后他终于能够正常走路 并且重新走上了舞台 同时评价说 金星的舞蹈水平没有之前高了 但在他看来 能够站起来就已经是上天的恩赐 其实是我向生命讨了一份礼物